大家好,我是Tim Monk 我沒有來那個提案 不過我今天就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跟大家講一下我想要做什麼事情 這個專案叫做Transcribe Express 逐字稿現掛 那計劃取緣是因為就是2024年要選舉了 然後就是希望有人可以看 有一個可以看候選字 有點小動一下 就是希望可以有一個看候選人發言逐字稿的平台 而不是只有看被重度加工的新聞 那在2023年 現在語言辨識技術還蠻成熟的地方 想知道說如果自己跑去當公民記者 然後去錄下聲音 然後轉成文字 然後上架到主字稿 類似SAID這樣子平台的話 可以花多少時間這樣子 那所以今天我是在報道台那邊 然後很多人來報道台跟我聊天 所以就稍微討論了一下 我就跟他講說我有這個專案 然後來討論一下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需要印一個公民記者證 不然就會被當閒雜人等 然後比如說我要去採訪他這樣 然後所以 GIV以前有一個專案就是要來印公民記者證 這樣子 所以我今天就印了大概大小這樣子兩個 這樣子 所以如果把它夾在我的背景上 然後我就是公民記者了 OK好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怎麼知道候選人的行程 其實記者專業的話應該還是會知道說 明天誰誰誰要去哪裡這樣子 然後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不是那種行為 所以我還蠻想知道 如果有這樣專業的人 他可以跟我講怎麼知道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說 語音辨識要怎麼樣辨識不同人說的話這樣 然後這邊有個example可以開給大家看 就是在SEE的平台他其實是會變成這樣子的主字稿心事 所以不只是一個人講的話 如果是對話的話 我就需要說知道這個人是誰 或是不同人至少我知道是不同人這樣子 所以那個在語音辨識的時候 可能就是還要 希望他的output是有一些格式的 是一些不同的東西這樣 那你如果是一個主字稿的話 就會希望說可以用ChatGPT去伸出重點的清單 就是你給他這麼一長串主字稿 他幫你畫重點就是說 他們今天在這個主字稿裡面討論了ABC三個事情 然後A換成 幫A取一個標題 B一個標題 他就談風電 然後他就談什麼之類的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說 所以這個 所以今日的先講今日的成果 再講最後一點的先講今日的成果 就是在GPT這個專案 記者證產生器呢 我今天就送了一個PR 因為他在原本那個上面這邊有個QR Code 那個QR Code是以前舊的大法官視線的那個資料這樣 所以就是幫他送了一個PR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我的今日成果 嘿嘿這樣子 好 然後就是 所以 終於記者證大家也可以試來玩看看這樣 你就可以上傳你的圖片 然後你的名字 你就可以變成一個PDF檔 然後就像我一樣 剛剛去樓下的那個全家 然後就印出來了這樣子 就是這麼簡單 這麼快這樣子 OK 所以 剛剛就是送了這個PR 就是說大法官解釋的資料 然後就那個網頁 它其實不是固定資料 就是啊 身為做工程師 就覺得開放資料的科興很重要這樣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這個CACMD上面 然後點看看知道知道 就是這個東西這樣子 好 那我今天的成果報告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